其實我想我剛剛就剛剛所聽到我覺得我們就我自己的觀點 我覺得問題在於我們心理學界我們到底是需要訓練出什麼樣一個專業人才 而不是說就一個法規規定我今天需要什麼樣的人才 而是我們的專業程度到底是在哪裡 不管是在臨床界、智商界也好 就像剛剛黃欣儀師所講的 scientific and practitioner Question is what is scientific? 我們所要的一個科學要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們所受的普通心理學、病內心理學、臨床心理學、發展心理學這些東西 難道在真的我們實踐上、我們實習上這些東西我們有應用的空間嗎? 還是說在我們的碩士的課程中 我們所受的訓練那些所謂的專業還是橫劍這當然其實還是重要的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那為什麼我們所謂的專業都必須得受限在碩士這個東西才能受到教育呢 而且剛剛黃欣儀師提到有一點很重要的我覺得很重要的在於 我們如何去界定 所謂的 normal and abnormal 我們如何去確定所謂正常跟不正常 這個東西 如果在我們 影響上專業 專業的臨床工作的時候 不是在醫院很累 醫院那種工作環境 我想在 牽涉到很多道德上還有哲學上的一些訓練 可我也是就我所知在現在的 不管是哪一個心理學界 這一塊都是非常缺乏的 就更不用說 更不用說那些倫理 我們所謂的專業倫理這東西應該是回歸到 一些思考上的訓練哪些事我們該做哪些事我們不該做 我們到底會不會陷入 任何一種主義 效益主義業 公益主義好這些這東西在 在一個所謂的專業 尤其是與人面對 的專業諷責者 因為我們所面對的我們不是面對一個個體 我面對是他的 背光 我面對他的 像剛剛您老師所講的 他的家族 他的歷史 他的文化 我覺得這些東西都是應該被歸納在所謂的 教育裡面 而我們心理司法下修 我們心理司法修改 我們這些公民就有方法 倡導或者是引導 他這個這整個往這一個方向去走 這個就是另外一個面向 這是我目前所想到的一些想法 我不曉得能不能針對你的很精確的回應 但是因為你講的讓我想到我想聽下一件事 基本上 我覺得我們要考慮台灣整個高教 高等教育的這種佳化制度 因為我去美國念書的時候 我的同學 我是唯一的亞洲人 可是我的同學是來自各行各業 我們不用考試 當然我要考GIE 一堆基本的什麼 邏輯概念 我英語程度夠 我要去那裡面 但是我只要寫我的自傳 我的一些背景 推薦函 他們覺得 他們認可我的學習的目標 他們就接受了我 我覺得台灣是很僵化的是 明明知道考試不能撤出一個人 還是很懶惰的 用最簡單的方式去篩檢人 我們心理師的考試也是這樣子 所以很多的老師都在想去教口試 可是口試又客觀等等 可是對於碩士學程 我們不要擺是不是碩士 我覺得如果我們認可一個專業 是需要時間去淬裂的 需要有一個場域 去淬裂 去淨潤的 他是需要有人 剛才黃心理師 就像學徒制一樣 在這個過程 幫你看 支持你 教導你 做一個 這個專業應該做的樣子 所以我們先不要什麼學識措施 我們如果相信專業訓練 專業是需要時間 需要努力的 那我們就需要接受這個訓練 可是我們的資格 我們要進 剛才我剛才的路上碰到一個很可愛的年輕人 像當年一樣 我如果要考進心理學研究所 我是念外文系的 我要重念 我可能要準備好多年才考得上 考得上一個其他的人 我也知道很多當了老師 或是他在商業界做了好幾年 他想要當心理師 他要重念這些書 可是他們的資歷 其實是最寶貴的 如果他們的這些資歷 可以 被 我們的研究所 認可說你這些人格 強度 成熟度 你的這個熱誠 我們願意接受你進來學習 專業知識 那他學了專業知識之後 他成功了 他過了 他就可以從事這個專業 所以我想 不要只現在這個部分 我覺得 教育部這麼僵化的思考 對我來講 教育部是最懶惰的工部門 所以 這麼僵化的思考 我覺得他們雖然要開放 但是就慢到不行 牛步 所以我想這個是我們需要 從另外一個角度去思考 我想我 還是想要回到就是說 剛才我提到的 我們定一個 專業證照 就一定要保障誰 因為如果我們再講說 一人的能力 他可以被認可 絕對有非常多的方式 其實我覺得 譬如說他為MBA 他畢業其實 最想要去做的 就是做顧問公司 然後年薪 其實基本上年薪 他們有沒有什麼症狀 人畢業什麼症狀 也沒有啊 但是他被認可 他被聘禁 比如說 歐斯頓顧問公司 或者是一個 顧問公司 然後他可以做這件事情 在為任何一個商業公司 提供建議 提供他們的一些ID 然後獲得 有沒有什麼 證照 他們是有在考慮 其實不見得 也不一定需要用 我還是要講 其實有很多的專業 我們不見得有用證照 去保障它 有沒有什麼專業 用證照去規範它 可是我們今天為什麼要用 證照去保障 規範 那一群人 我覺得你也許 回到都有一點去思考 那 我還是先講這句 因為我覺得好像 應該讓大家 很合適 在講